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监测人员判断 这只白色大熊猫 终于在一个合适的位点 拍摄到了这只白色猫 除了淡淡的马甲轮廓外 一时间几乎认不出 它的真实身份 然而监测中的这只白色大熊猫 如今已有五六岁的年龄 迄今并未发现 它的行为和生存 受到明显健康问题的困扰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同样位点的红外相机 还拍摄到一只 由于受到最初监测条件限制 这只白色大熊猫的 它的基因会不会在 这个小的种群里面 然后逐渐传播开来 熊猫通常独居 在拍摄到的画面上靠近 而树下的熊猫幼崽 一直注意着稀疏的竹丛 看到探出来一个白色的脑袋